人生啊 不能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的人生 是残缺的 是遗憾的 是不完美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就有很多生离死别 悲惨凄凉的爱情故事 不光是黎民百姓如此 士族文法也一样 只是后世书史的那些文人们 他们记载的都是名人 至于战乱中颠沛流离 水深火热的老百姓 他们记录的很少罢了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才女 叫谢道运 这谢道运自己就声称 自己的爱情不幸福 是婆家没钱 还是丈夫有外遇 包了二奶 那年他没这概念 反正这个爱情的感受 在他自己的心灵中 是一个伤痛的记忆 谢道运出身于名门 他是名人之后吗 您听那姓 反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提姓王 姓谢 姓桓 姓鱼 这一般 都得有点渊源 眼睁睁 尤其在东晋时代 这四大家族可了不得 这谢道运 就是谢安的侄女 谢安 肥水大战 那个特殊时期的东晋丞相 是谢安带领的谢氏子弟 组建了北斧兵 打败了前秦福坚 那十几万 打败一百万 了得吗 那个 这谢道运就是他的亲侄女 谢道运的父亲 是安息将军 谢义 谢义死了之后 他就一直跟着 谢安在一起过日子 哥们弟兄 那是一个大家族啊 谢安对这儿女们 子侄们 也是给予无限的父爱 教导言说教导言的 教育 那也是很仔细 所以他们家出来的子女 都是比较有文化 有修养的 但是出来拔萃的 恰恰是他这个侄女 谢道运 谢道运从小聪明好学 善于言谈 所以深得谢家长辈们的喜爱跟器重 有一次 谢安就问他 说诗经中 哪句诗 写得最好啊 你就问这东西 诗经 那也就是说 谢安的这些孩子们 都得读过呀 他不是问那黑毛警长什么的 那概念不一样 人家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 你们最喜欢诗经里的哪一句 谢道运 马上就回答 叔父 我最喜欢隐吉辅和仲山辅作的诗句 读他们的诗就像何旭的清风一般 我很喜爱 他提的这两位 那可是西周时期的名人 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诗写得很好嘛 话中有深意 谢安一听就听明白了 在西周末年 周宣王手下有两位重臣 一个叫隐吉辅 一个叫仲山辅啊 尤其是这隐吉辅 出兵征讨 少数民族的时候 这些少数民族入侵西周天下 他带队出征 别人的打败仗 他打了一个大胜仗 巩固了西周王权的边防 那位重山辅呢 曾经多次劝周宣王 不要过分的压榨百姓 这是一文一武相得一仗啊 在他们的辅佐下 大周王朝出现了一段繁荣景下 历史上称为宣王中兴吗 今天谢道运称赞他们两个人 说他们的诗写得像春风拂面 实际是表达了自己对当时代 东晋王朝的一种希望 他希望晋王室也能有这样 有所作为的大臣 这是长辈问晚辈 晚辈的回答 却给长辈以启发 谢安心令神会 谢安自己此时就是东晋的丞相 他能不知道 侄女儿这番话 其间的深意吗 这也说明 这谢道运 对诗经理的作品 跟这诗歌作品的时代背景 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跟感悟 这可是弟弟道道才女 谢安更喜欢他呢 谢道运这个文学才能 不光从问答中体现 就从家里边人 私下里聊天也能看出来 他欲众不同 他特别善于即兴勇诗 张嘴就来 文思敏捷 有一天 这天下的大雪 今年的寒冬 少见这么大的雪 雪花纷飞 谢安 有一份闲情雅趣 把儿女们都叫到一块 咱们围炉饮酒 聊聊诗歌吧 谢安想考考 这些后辈们的学问 这个大雪 漫天飞舞 有诗情雅意的人 都会触景生情啊 谢安指了指 窗外纷飞的大雪 孩子们你们看一看 这大雪 像什么呀 谢安的侄子 叫谢朗 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着急 叔父 我看 外边这雪啊 洒盐空中 插可逆 那意思说 外边下的雪 就跟在空中 撒盐 那差不离 谢安摇摇头 怎么呢 心想你是不是近视啊 那没这概念呢 你眼神不好吧 外边的雪花 跟鹅毛大小 你怎么比作撒盐呢 再说了 也没有什么失情啊 啊 点点头 也没有批评他 再听听别人的吧 大伙一看 这先摇头 后点头 那是不大满意 点点头 那意思 等等我们 看他说出什么来 我们得想想 谁都不敢张嘴呢 谢朗 平时挺能说的 就是说完这句 一看叔父不满意 他还纳闷呢 心想平时跟明侍们坐一块 谈玄的时候 我谈着玄着呢 而且我对佛经 我也明白啊 怎么今儿说出这句 看叔父这意思 并不赞同啊 他下意识瞅了 谢安一眼 一看谢安 正看着侄女谢道运呢 笑呵呵的 你怎么看呢 谢道运 微然一笑 我看着窗外之雪 未若柳絮 因风起 好 谢安听完 马上竖起大致赞美 什么意思 说不如说呀 外边这个雪 是那柳絮 因为风吹的缘故 轻轻漂浮在空中 哎 雪花青阳 跟柳絮清飞 十分相似 而且这个意境 也比较的美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大伙鼓掌喝彩 分别 饮酒相喝 从这两个故事来看 雪道运 的确是才女了吧 人长得虽不说貌似天仙 但是 也是落了大方啊 富有诗书 气自华嘛 大家闺秀 他这个气质 跟别人就不一样 所以 也平添了几分 动人之处 有才学 长得又不错 又是名门 他的爱情 怎么会不幸福呢 其实 这是谢道运自己说的 在当事人看来 他嫁的是个好人家 谢道运嫁给谁了 谢安做主 把他嫁给了当时那位书圣 王羲之的儿子 王羲之拥有七个儿子 其中有一个叫王宁之的 我谢道运嫁给他了 这可是 士族门阀的婚姻呢 当时这种 大宅门的婚姻 那得相当匹配啊 门当户对嘛 有严格的限制 你不够这身份 你长再漂亮再有钱 那不允许通婚的 这种通婚 恰恰是门阀制度的产物 在两进南北朝时 最盛行的 就是这种门阀制度 所以在婚姻上 也有所体现 通婚对象 仅仅限于 士族集团内部 绝不允许 大家族的人 找一农夫 做丈夫 或者嫁给农民家庭 那不行 那受到指责 那这种婚姻的范围 多狭窄啊 有时候仅仅年龄相当 却出现了辈分混乱的状况 尽管如此吧 也得这么结婚 分好多内容呢 有内表亲 中表亲 外表亲 反正怎么说 也是近亲繁衍 这不利于忧生忧郁 可另一方面呢 由于社会分裂 这种专制主义的放松 少数民族 大量进入中原 甚至过了江南 是儒家独尊的这种地位 也受到冲击 影响到婚姻上呢 对象的选择 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尤其强调那种男女之防 不如过去要求那么严格了 申关怎么说吧 谢道运嫁给王宁之 众人看好 可谢道运自己自打 嫁过门之后 没有几年 他就愁眉不展 婚后生活 十分的不满意 有时候 暗自落泪 人家问他怎么回事 谢道运直言不讳 王宁之 虽是名门之后 但是 他才华平庸 回娘家的时候 谢安也发现 听人说 这侄女对女婿不大满意 说他才华平庸 不应该呀 说王朗 乃王羲之的爱子啊 人不错 你怎么会不满意呢 唉 谢道运叹了口气 束缚 我们谢家 满门都是有学问的名臣 有武功的名将 想不到 这天地之中啊 竟会生出 这样一个亡郎 这还是不满意啊 谢安没明白 你这叫 达非所问 怎么讲呢 所嫁 非家偶啊 哎呦 这句话一说完 这谢道运 是满脸遗憾的 仔细一眼俩 他们一聊 谢安才听明白 王宁之虽然出身名门 字写的也不错 但是这个人呢 处事 确实能力低下 这个能力很重要 跟这学历背景 文化感悟 这都有很大的关联 但是呢 这学历 文化知识 有位准能起到决定作用 跟个人的领悟 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能力不行 这太要命了 尤其是最近 谢道运一边说 一边叹气啊 他信什么五斗米道 整天也不读书了 要看都看那经文 做道士 读道家之书 热衷于道教门内的活动 他现在是会计内使 你看看 听说海外孙恩那一伙贼人 闹得正凶 马上就要攻打会计了 他的辽蜀们 都请他严加防备 我这个不争气的夫君呢 竟然认为 同是信五斗米道之人 他妄想用五斗米道 来求得自保 这不是糊涂了吗 许安一听 要这么说来 是够邪性的 道运可以劝劝他们 他要听我的劝就好了 叔父 听天由命吧 现在战事纷争 这么乱的天下 这王宁之能信道 也够谢安一惊讶的 有一次 王宁之的弟弟 就得小圣王宪之 再跟宾客们 谈悬辩论 这王宪之 你别看书法写得好 要讲究谈悬呢 这还真不是他的强项 像那就别辩论呢 可是宾客坐一块 这话题很自然就展开了 可这王宪之 被人变了一个李屈慈雄 不知道说什么好呢 那算是 王宁之夫人谢道运的 小叔子呀 谢道运 才思敏捷 一听说什么 小叔子没话的 我来吧 男女有房啊 有原则 你不能出来 跟这帮男兵客们坐一块 哈哈大笑 喝茶聊天 可是他又想加入辩论 怎么办 我帮你解围 那怎么帮我呀 挂一道墓障 我就坐在 清部墓障之后 跟他们谈话不就完了吗 谢道运坐在帐后 接着王宪之刚才 没法回答的那个话题 接着往下辩论 这一碗茶还没喝完呢 外边不吭声了 咱们都被给说服了呀 一代才女谢道运 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个性 他的丈夫 却偏偏不听他的良言规劝 一如既往 还在那信奉五斗米道呢 对孙恩起义不设防 结果怎么样 孙恩的势力占据了会计 把王宁之 还有他的几个儿子 都给杀了 谢道运心如刀割呀 自己的儿女 他能不心疼吗 他也不想活 毕竟是一个文弱女子啊 但是他性格刚强 他强忍着悲痛 带着手下的使女 一起提着刀 往外闯 有那几个丫头 召集了 找不着兵人 举着赶面杖 抡着菜刀就出过来 拼了 要跟这帮歹徒玩命 还别说 有几个歹徒没提防 被这娘几个 菜刀 大刀一块上 赶面杖盯了当一通敲 还真打趴好几个 毕竟寡不敌众啊 被人抓了俘虏了 有人要把他杀了 大伙一看别家 这是几个女人啊 问问 咱们的将军吧 将军叫那孙恩啊 孙恩 听说过谢道运的大名啊 这是士之才女啊 我看看 啊 他别杀了 听老大岁数 一个老女人 杀他干什么呀 显不出咱们的威风 把他的外孙子 刘涛斩了就完了 谢道运一听 要杀自己心爱的外孙 眼泪下来 但这种眼泪 绝不是乞讨啊 他据理力争啊 你既然是仁义将军的话 你就得区分 你要杀的是王家谢家 这样的大户 我娘家姓谢 我夫家姓王 我这外孙儿姓刘 与两门皆无关联 杀他一个娃娃干什么呀 如果非要杀的话 那你就先把我杀了吧 苏文倒被他的气势给打动了 看待你的面子上 我就饶了你们娘俩吧 没有杀他也没杀刘涛 谢道运从此就一个人住在会计 后来有朋友来看他的时候 每每聊及家中的往事 王家谢家遭到的劫难 谢道运 慷慨激昂 痛哭不已啊 很多人都知道 这女子世间少见 令人敬佩 她的爱情当然不幸福了 何止是爱情啊 她的后半生 都是悲哀的 要提起乱世中爱情的悲哀 除了名门望族的伤心之外 民间百姓 也有 可说可讲的爱情 他们的名字 可能是后人传说中 有所改变 但是这生活原型 真正应了那四个字 叫可歌可泣 在一九九六年八月的时候 浙江宁波高桥 梁柱文化公园的施工现场 人们发掘了一座墓 考古专家一看 据说这就是梁山伯墓 梁柱爱情 有此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而这段梁柱爱情 恰恰就发生在这个时代 相传这梁山伯 就是会计山音人 寻分好学 还当过一任县令 为政清廉 地方上做了很多好事 后来是积劳成级 在任上殉职 所以当地百姓 在宁波西门外的 遥江边上 为他后葬建庙 纪念这清关 在梁山伯庙的西边 有一座驻英台的 进封义副种 当地有句愿语啊 说若要夫妻同到老 梁山伯庙 道一道啊 梁山伯跟驻英台的爱情故事 代代相传 唱本取本 已经使得他是家喻户晓啊 梁山伯据说 远离家乡出门求学 在途中遇到了一个聪明文雅的同学 这就是那女扮男装的驻英台啊 驻英台是上瑜人 俩人切磋学业十分投机 驻英台对梁山伯有好感 蒙生爱恋 但是未恕真情 学业期满之后 他告别梁山伯先回来趟家 梁山伯在外边继续求学 两年后也回到会计 回家后 他想念这兄弟 打算去访访好友驻英台 赶到了上瑜这一打听 好些人都不知道 有一个驻英台这么一个小伙子 碰见一个老人 老人知道 说有这么一位 但是是个姑娘啊 梁山伯一听 这可奇了怪了 非问明白不可 找到了住家 一看果然住家九妹 就是住英台 梁山伯又惊又喜 顿时间两个人 友情转变成爱情 梁山伯回家之后 日夜思念呢 让父母出面 托梅人去保梅 住家是大户人家 士族门发婚姻有所体现 住英台的父亲 怎能让他下嫁给 这梁山伯呀 就让他嫁给一个姓马的大户 住英台为了抗婚 几次 好玄自尽了 但是抵挡不住家族的压力 英台抗婚吗 想尽办法 要阻止这一桩 并不幸福的婚姻 就在此时 噩耗传来呀 对爱情绝望的那位梁山伯 终于忧虑成疾 病死了 住英台听完这个消息 如雷灌顶啊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梁山伯兄长就这样死了吗 你要是死了 我住英台一个人独存和意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费尽心机 他偷偷跑出来了 干嘛呀 他要到梁山伯的坟前 祭奠祭奠 他偷偷跑出来 乘船来到了会计 契州登岸 走进梁山伯的坟前 往这一立 悲从中来 他想哭 但是这哭 又能唤醒 山伯兄吗 正在此时忽然间浓云密布 沉雷贯耳啊 咔嘛 他们一声 把路过人吓一跳 就见那坟裂开了 与此同时就见朱英台 往前一纵身 跃入坟中 咔嘛 这坟又合上了 跟着飞出两只彩色的蝴蝶 笔一击飞 振翅远去 梁柱化蝶 就成了那个时代 悲哀爱情 最无奈的 也是最浪漫的 结局 谢谢大家